哈喽大家好,我是喵女子,欢迎收看本期的旺达与巨像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已经打败了13个雕像 还有三个就能结束整个的游戏流程 上一期呢,我们打了一个飞龙在天 非常的壮观 但是飞龙在天它没有什么攻击力 所以说还算比较顺畅一点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boss呢 哎,我们就来看一看咯 我们的主角吸收了越来越多的黑色力量 抬头望向天井 下个对手 摆脱束缚的守卫 位于水路深处的 闭锁都市 期望着破坏 搞破坏的吗 在一个都市里面搞破坏吗 应该是一种破碎的这种妙语 然后去搞个破坏 而且还喜欢搞破坏的这种 他已经提示我们了 提示我们下一个boss是一个什么尿性 虽然这个和平哥在妹子旁边感觉很美 但是从眼出看真的是感觉好像那个妹子的尸体已经凉了 然后旁边围绕都是苍蝇 虽然有点不美丽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们走过去 然后那些舱 不是不是那些那些鸽子就刷一下全都飞走了 OK在这边 在这边 走 看我们身上好像有很多的黑色的斑鸽子发现了没有 哦不是那是衣服好吧 但是好像露出皮肤地方也挺雪白的 大事不妙吧 还是依然过马路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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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不能给他机会啊 给他机会的话我们基本就是一个计计的状态 所以说 呃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我人呢 我先下来 下来这个地方还是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他会从那边过去 重新来过 人生有什么大不了 大不了就是重新来过 到那个位置其实还是应该小心一些的 应该找个台子先 就找个台子先上去啊 站到侧面要好一些 诶 遗暗 突破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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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老妖 快醒醒 站在这儿不会有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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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了 看这一条长龙 故意的吧 兄弟 哎呀 我的老姚 有没有什么快速清醒的一个方法 收起弓箭和箭的话 它不容易脱手啊 这条长龙 我用 要撞一下 等它撞完我们再过去 快快快 好 上来了 上来了就不会被它撞下去了 还是挺惊险的 我觉得应该是站在这个花这儿 打法应该和那个是一样的 哇 还好我机制 还好我机制 好了 弱点 拿出弓箭来 拿出弓箭来 看啊 嘿 哎呦我的天呐 别跑了别跑了别跑了 哎呦我的天呐 太吃劫了 我能耐久一点就够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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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要把他撞晕 好了他卡在这了 他卡墙上了太棒了 这个boss也是萌萌的都卡了墙上了然后让我们硬硬给怼死了其实他应该是就每次就是跑过那个横梁的时候然后我们被挂在那个横梁上然后吸引他打那个柱子然后他会晕一段时间然后我们跳上去趁这个空档多给他来几次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直接掉到地上然后让他无限的去顶我们了这个boss就有一点 千万不能被他顶到如果被他顶得晕的话基本就是寂寂的一个情况了那么我是苗女子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